台湾这个是制度上的缺点 就是说我们的食药署在放宽农药的时候 他是让药商来申请的 但他忽略了去对应的找消费者 跟这个农民来做沟通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食药署 他们在放宽农药使用的这个范围 是一直在增加 他没有花一个时间去回溯 比如说20年前30年前台湾同意的 说不定现在有危害了 不管怎么说 我们其实我们国内主管机关 他在制定我们这些我们农作物 不管是我们的水果或蔬菜 在制定那个残留标准来说 其实不能说只看国外的 是不是有可能国际接轨 那今天我会特别强调食药署 要谨慎评估是 台湾的饮食习惯是东方的饮食习惯 西方是完全不一样的 他不能够完全用国际的标准来规范台湾 像我刚刚讲的 日本跟美国的标准都不同 那你要告诉我 你是要比照日本还是要比照美国 而不能用虚晃的一句话说 跟国际接轨 好像就解套 可是我必须要讲 这根本就是在 有点是在逃避问题 我们在制定标准的时候 也应该考虑一个数字 就是我们ADI 每日最大残留的摄取量 就是说每日你一个人最多 不能吃到超过多少 如果以达灭分来说 如果60公斤成人 他一天可以吃到12毫克 可以佛派罪来说 一个60公斤成人 他一天只能吃到0.6毫克 是蛮低的 所以说还是建议主管机关说 我们在制定这种蔬菜水果或茶叶 这些农作物的一些残留量标准的时候 还是应该以民众的健康为低考量 其实最大会出来开记者会出来抗议的 结果大部分都是 民进党部分 其实也都是针对死安的 或是针对农业的问题的立委 不管像蔡培会这样子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 那难道执政长自己在订定政策的时候 没有跟自家的立委 或是在立法院先行做过沟通 之后就去进行公告这件事情吗 当然要有一些实验的过程 所以这个申请的范围是一两年的 不是现在 比如是蔡英文商人才申请的 那第二个就是说呢 他们会觉得说 反正我已经做完检测了 我也公告在网路 可是事实上他并没有把这件事情 比如说我举例 他只会给相对应的这个农民团体 或者是相对应关注的立委 或者是他们的副属 这个次长或卫福部的部长 这些都不知道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反映的就是说 我们如果要去维护食安的话 我们不只是做末端的检测 我们对于过去去建立台湾食安的制度 也要在逐一的来检测 现在的蔡政府 小英政府会常常讲说 人民是他心中最软的那一块 所以你知道吗 我们常常在讲说 那你到底有没有去关心 不管我们常常在讨论到菜价这个问题的时候 现在菜这么便宜的时候 那到底有没有关系 对不对 一颗高丽菜那一斤才几块钱的时候 你到底有没有去关心 那关心到 社会大众的一个身体健康的时候 那你到底有没有真正的把它放在心里 或是你所关心的其实都是 那些企业或是那一些既得利益者的时候 我觉得这我们这一年多来 真的看了有点 真的是有点摇头你知道吗 有时候每次在讲到这些菜价的时候 讲到这些食安的时候 我也常常讲到说 那这个社会如果我们好 我们都投给小英了 但是小英出来还做这样子的时候 那你要问一个最简单 那我们到底要怎么办 好 我真的要不想见 那我们都会有趣 那我们都在 widoc 那倒戏 我一定要好好 pitched 那我身体摆下 我们就会有点 好 我们就会好 咱们 可能 我